不过这种解释我们应该承认一个问题 就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 它都是一种想出来的理论 当然不是空想 它是依据它的这个 在门诊 就是在精神病 就是心理病治疗的过程当中 而总结出来的 这种理论呢 拿实证主义来讲是很难成立的 因为它不能够证伪 你不能通过一个实验的方法 去能够证明你自己的正确性 可是我在想 它有的的确确把这个问题的解释 解释它是比较深刻 那么我们可以再把这个问题再发挥一下 我们想一个人为什么不犯罪 为什么有的人犯罪 为什么他有的人犯罪 有的人不犯罪 为什么张三氏犯罪 这同样的情境下 李氏不犯罪呢 我们可以讲张三和李氏的本我都是一样的 他们都想谋求发现 张三和李氏所面临的道德法律要求都是一样的 差别就在于自我的控制力问题 就是张三犯罪是因为他控制的不好 李氏不犯罪是因为他的理性控制好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延伸开起 一个人是不是好人 我经常谈到的这一点 好人坏人的区别 不在于他有一种本我的区别 而在于自我的区别 而在于自我的区别 自我控制的比较恰当的人 他行为很规矩 我们就认为他是一个好人 是一个守规矩的人 是一个良民 那么自我控制力差的人 我们就说这个人是一个违法犯罪的 是一个不道德的人 是一个侵害了别的利益的人 等等 这个我觉得还是有道理 当然我们可以引申一下 如果用这种理论来解释人的行为 就会出现一个结论 就是说人活得还是比较痛苦的 因为人活在世界上 按照他这个理论 很重要的一个任务 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规范自己的行为 就是压抑自己吧 压抑自己的本我 那么人岂不是很痛苦 是不是 我们仔细想想看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十有八九的愿望是不能表达的 这因为你十有八九的愿望 是本我的冲动 愁自我 认为你不能表达 一是自我 就把你压制住了 而现实当中 我们并不觉得 天天在痛苦说 假如一个人生下来的 这个必要的一个做法 就是控制住 压制住自己的自我 本我 那活着的确是觉得是痛苦 而我们现实当中 并不觉得天天在痛苦说 这说明一个问题 说明这就是弗洛伊德讲的 我们人呐已经学习到了一种 心理自我防卫 我们能够调节自己 我们能够使用各种方法 能够让自己没有得到满足的愿望 没有得到不能够表现的动机 或者为已经遭受的失败 做一种解脱 这个当中可以用它来解释 健康不健康的心理 或者是变态不变态的心理问题 解释犯罪 我认为它也是何清理的 我总是想一个人 我命名他是好人和坏人 并不是以他在头脑当中 本我的内容是什么做标准 而是以他在外部的现实世界当中 做了什么为标准 我们不能以一个思想去定人罪 思想定人罪 延伸下去来 是我过去谈到过一个观点 我说在这个现实世界当中 想干坏事的人肯定比干的坏事人多 甚至可以说 人人都有过违反社会要求的 这种内心的认识 或者是情感 或者是行为意向 但是只有那些 我们命名为 坏人 或者是罪犯的人 他才去干这个事情了 在外化自己动机了 我们是以他外化的行为 去命名他的 这个观点就是说 我们不要去害怕自己 有某种违背社会要求的想法 我们应该害怕的是 表现出这些想法的行为 这个为社会的治理 也提供了一个 我觉得比较理性的 比较合一事实的一个理论基础 因为我们过去通常动不动去 一个讲法是 这个人一刻你骨子里就是坏了 这个人骨子里是个好人 这是不对的 骨子里大家都一样 好人坏人的区别 我再强调一下 仅仅是对自我的理性控制的差异 对自我的理性控制的差异 这是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当中 所得到的一个结论 我们可以从中有所启发 那么精神分析理论讨论犯罪问题 还有一个观点 我们可以借用 当然这个和值得是值得怀疑的 这一点 他认为了我们人 是人体内部有本能 本能分为两种 一种是生的本能 一种是死的本能 他认为了 这两种本能都在谋求要发泄 生本能的发泄 和死本能的发泄 他都可以有两种指向 一个是指向人自身 指向他自己 一个是指向外部世界 当生的本能指向他自身的时候 这个人就在发展 在成熟 在向上 当生的本能指向社会的时候 这个人就在做对社会有用的好事 另一方面 使的本能也是指向两个方向 当使的本能指向自己 而发泄的时候 这个人就会表现为自虐 自残 乃至于自杀 他就解释自杀的原因是 使本能朝向自己的一种破坏 使的本能如果指向外部世界 那么就是破坏外部世界 就包括犯罪了 所以按照这种理论的讲法就是 使本能是对 犯罪原因 是一个人使的本能 对外部的表达 表达的实际行为 如果违反了法律 我们把它叫做违法犯罪 关于犯罪的义游的理论 那我是介绍了五种 五种偏于社会心理学方面的 其实还有一些社会心理学 可以借鉴的理论 比如说 这个用经济 用时常经济的 用时常经济的观点来解释犯罪 还有来用一些 其他的生意的观点来解释犯罪 对我们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比如用时常经济的观点来解释 那他认为 我们现实世界的人 这是用理性人的出发点 都是这种理性 理性的人做事的 他一定要讲究 这个投入的成本 和得到的效益之间的关系 讲得通俗一点就是 我们做每一币生意 我们都要考虑 我们付出多少代价 我们能获取什么利润 如果说做一个生意 我付出自己的成本 要小于我所得到的收益 也就是说你有利润了 那么这个事情 他就会去做 假如我付出的成本 高于我所得到的收益 那就叫做赔本的买卖 赔本的买卖 人是不愿意去做的 那么具体到犯罪呢 有的专家就分析了 这个犯罪也可以来具体分析 我们要分析犯罪的成本 和分析犯罪的收益 来看看比较一下 他们甚至得到公使 当然犯罪的利润 就等于犯罪的收益 减弃犯罪的成本 如果是个负数了 那就赔本了 那他就不做了 犯罪成本包括哪些方面呢 犯罪成本可以是这个人 为了作案 他必须消耗他的时间和精力 而这个时间和精力 原本可以用来表现合法的行为 而获得收益的 这是他的时间精力的成本 他要犯罪的 他要有心理成本 因为他要冒风险 这个经常讲心理精神损失 他也可以转换为某种 实际的数量 心理的成本 那么因为这个 做的过程中 就承担极大心理压力嘛 另外一个呢 他的成本还有 他如果案件败露了 案件败露了 他要受到惩罚 他要被判刑 他要被罚款 那么这个叫做服刑成本 那么还有一个成本 刚才还有前面假的成本 作案的成本 因为他要 比如要使用交通工具 要使用作案的 直接的工具 这都可以转化为金钱的 那么这个成本里面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成本 是服刑成本 就是他案件败露 经过审理 经过审理 他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那么到底犯罪有什么收益呢 有什么收益 收益当然是直接的收益 它可以是 如果财产性的犯罪 他通过这种不怕的行为 得到了财产 得到了金钱 这是一个直接的收益 当然也还有心理上的收益 比如他恨一个人 恨一个人 他就打一个人 杀一个人 他报复别人 他得到精神的满足 这也是一个收益 也是收益 这个现在就看起来 我们如果要分析一个人的犯罪 也就是说 他如果掂量一下 觉得他的收益 要大于他的成本 他就会去做 那么如果你接受这个 接受这个讲法 很重要的问题是 怎么去诺制犯罪呢 诺制犯罪 你不可能说 我知道没个人的犯罪 马上就把他抓起来 不让他犯 那没办法的 那你只能够 从整个社会来讲 提高犯罪分子 犯罪成本 提高他的成本 你提高他自己的时间成本 和这个作案工具成本 他心理压力成本 是很难控制的 那我们只能 只能说提高他的 服刑成本 服刑 提高他的服刑成本 就是说 他作案之后 让他得到惩罚 得到惩罚 让他付出了代价 远远高于他付出成本 那么他就可能消退 按照行为强化理论 两个不做了 所以重犯用重点 这个就提供了一个 市场经济学的 一个证明 也就是说 假如这个世界上 每一次犯罪 都能够被发现 都能够被准确的量刑 都能够被真正的 提高他服刑 那么 对其他人不仅是个榜样 对当事人 也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这是一个理想状态 但现实是 让人交代有点遗憾的 一种状况 因为不光是我们现在 中国 就全世界都这么一个情况 就刑事案件的 这个 方案 假如是一百个 真正能够最后得到 就是我们前面讲 理想状态的处罚的案例 比例并不高 有人用这种漏道型来比 就设想一百个案件发生了 那么发生案件之后 是不是报案 是不是一百个多的报案呢 肯定是要打折扣的 因为有些案件 他没有报 不报的原因有多种 比如说 前面讲的 比如强奸案 这个被害人 他不去报 碍于这种 这自己的名义问题 比如说 有些人家里遭偷了 现在的老百姓老家 一些官员被偷 他是不敢报案的 害怕带来自己的问题 还有的可能是 世界上有这样的情况 这个你报了案 就是立案 立案就是破案 然后现一些讲成体制的影响 所以 方案一百 报案肯定要少 报了案件 能破的 又是 又是 要打折扣了 刑事案件的 这个破案例啊 在世界上 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 敢说他是百分之百 这报了一百个案件 他一定破百分之百 比例都是不是很高的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经常能够听说 成年就案 很多年之后 他才被破了 当时都以为结枪了 以为这个 他就或者是一笔糊涂 那么破了案的案子 能不能得到公平的审判 又是一个缓解 要打折扣 公平的审判以后 能不能得到公平的处置 到了监狱里面 他能不能真正依法 得到改造 也是大打折扣 所以这么一个漏斗下来 所以他的复刑成本 并不是理想状态 这一点到提醒 这个司法工作者 这不是应用社会心理学吗 这考虑案件的减少 刑事案件的发生 应该采取一个一系列的措施 或者说把它命名为一个系统工程 这是附带的讲了一下 另外一个最后提出一个理论 这是我自己 这多年的研究 我自己提出的一个观点 这供大家参考 就是我们前面 谈到很多的因素 讲这个各种因素 我一再强调 各种的因素 仅仅和犯罪是一种相关 而并不能够单独的解释 犯罪的原因 你说家庭残缺不全 父母离异 或者父母有一方 这个长期不在 或者去世了 这样家庭的孩子 就穷相依 有问题的多 但是我们也可以找到不少 相反的例子 我们家 我们中国就老话讲 穷人的孩子 找当家 家庭条件 逆境 逆境的孩子 家庭出孝子 老是这样的事情 任何一种因素 都可以找到一个反驳 他的这种另外的理 说明这个因素的分析 是很有一些任意性的 那么后面提的理论呢 也有他的一些存在的一些问题 因此我自己就试着 能不能用一种说法 能够把这个观点 能够把它集合起来 当然也是一种试探 想挖从心理学 专门从心理学角度 来寻找一个比较整体性的认识 提出了一种观点 叫集合作用的观点 要谈这个观点呢 我们可以从 一个简单的图形开始说起 我们这个心理学 普通心理学就谈 环境条件 心理和行为的关系 这三者是不可分的 有了环境就产生心理 有了心理 要认识 有了行为的动机 就可以表现为行为 有了行为有后果 后果再就刺激人 周而复始的 又出现心理和行为等等 这是一个很平面的 二维的分析 那么这里常常表现的一个问题是 这个我们 这个可以结合精神分析的理论来讲 我们常常出现的一个问题是 我们第一个事情 有了一定的认识 有了一定的追求满足感 有了一定的动机 就是我想做什么 但是问题是 我想做什么 你就一定会去做什么吗 前面讲了 有自我在来监控你 好了 现在讲自我监控的标准是什么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讲 那自我不监控的标准是 社会的道德法律等等 那么这个分析也是对的 但是我觉得这里还不够前面 还不够前面 当然大的说法是对的 自我代表着一种严肃的理性 来指挥着 来控制着 或者来约束着一个人的行为 但是现实当中我们应该再细分 就是我们可以 每一个人都可以问 社会当中是想做的事情 比做了的事情肯定是多多了 我们可以从犯罪说 想偷东西的人肯定是比偷东西的人多的 想杀人的人肯定比杀了人的人要多 比如说有不少的人想偷东西 但只有一少部分人偷了东西 有不少人想杀人 只有一少部分人杀了人 这个讲这个 现在老百姓很憎恨 从这个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 也是大地在治理这个官员的腐败问题 我们也可以这么讲 很多的官员是想腐败的 但只有部分的官员腐败了 就是动机和行为 它不是等号 而且他们差别很大 都能讲这个我们很难受 我们讲正面 我们讲做好事也这样 很多人是想做好事的 但真正去做好事只有少数 见识不救的人 现在我们感叹这个见识不救 我总觉得这个要细分 在一个特定的场合 有一个人需要帮助倒在地下了 我想路过的人 绝大多数 甚至是只要他是个健康的人 百分之百会想到 我要 我应该帮他一把 也就是我们都有行为的动机 但是可能很少出现 表现救死扶伤的这种行为的人 是不是 这个倒过来也是一样的 很多人想干坏事也只有少数能干的 很多人想干好事也只有少数能干的 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图分析 就觉得有点欠气了 还不够 应该对这种行为的原因 做一个仔细一点的分析 我就理了这么一个 总结了这么一个图 简单的一个模式 就是我们一个人想犯罪 或者一个人想干好事 他们一起干 并不能说他们有这个动机 动机是有的 但是他干不成 为什么 因为其他的条件制约着 什么条件 第一 他现有的外部条件 他想干 而没有条件去干 中国有一句俗话 叫做这个篱笆扎的紧 野狗钻不进 野狗是很强 进到这个燕子来的 就想干这个有动机 但是你篱笆扎紧了 他不具备 钻进这个房子里 燕子里来的客观现实条件 也就是说我们都 我们现在这个家家户户 都是把外面的人 当作一个可能的入侵者 都认为他们很多人都有动机 想进家里头东西的 于是我们就炸篱笆 我们搞防盗门 我们搞防盗舱 我们搞这个 甚至搞这个监控器等等 这个目的就是 社会治安的 维持的一个方面 就是要让那些想干坏事的人 干不成坏事 当然我们如果不讲犯罪 我们也可以倒过来讲 我们也要制造社会条件 让那些想干坏事的人 想干好事的人 干得成好事 所以我们是不是也该想想 很多人都想干好事 都想去服服这个人 为什么他们一起服啊 他想做 指一指一指 他紧紧停留着想这个层面 是因为他觉得这个社会条件不允许 如果我做了 这个倒在地上的人 赖着我不放罗曼 我能承受这个哲论吗 那我们就应该营造 一种好的社会环境 让社会的成员 都觉得好事应该做 大家我们现在都感觉到 应该做这个 我觉得没多少分歧了 而应该想做也没什么分歧 而应该设置一个好的环境条件 让他们放心去做 而不要带来连累 怎么做坏事就是这样 我要让犯罪 有犯罪动机的人 他一直动于想干坏事 要让他有震慑力 有威胁力 他能够感觉到 这个条件不适合我去做 我如果做了 那么我会受到惩罚 好的 这就说我们要做一个事情 除了有动机之外 还应该有现实的社会条件 这就成了两个条件了 有动机 犯罪的话 有动机 有现实的条件 那么设想一个人 他想偷东西 他这个想偷是有动机 而且呢 在这个公交车上 一个老太太 钱包了也录在那里 里面鼓鼓的很多钱 也有这个条件去偷 那么他是不是一定会偷啊 会偷的可能性很大 但是我们是可以设想 他也并不见得一定会去偷 因为还需要有些条件 来约束他 所以这里呢 我就又加了 加了两个件号 一个是这个人 已经具备的个体心理条件 还有一个是个体生理条件 前面我就谈到 在谈到犯罪因素的时候 讲性别 年龄 和身体健康状况 都会影响到犯罪 那因为是老年人犯罪 多半是教唆犯罪 因为他们的身体状况 不易他 拿枪拿刀 蒙着一个什么尼龙袜子 到路边去打家结社 这老年人犯罪 他假如他 打个比方讲吧 他有这个作案的动机 想杀人的动机 他也有这个杀人的条件了 但他躺在场上 是拿不动刀 好多人他也干不了这个事情 性别也是这样 有些犯罪为什么男性个人多 我认为还更多的应该 从他们的这个体力上去找原因 当然也可以从心理条件找原因 那你啊 女性犯罪呢 这个我们通过调查 肯定有这个区别的 女性犯罪最终 最终是比较比较少的 犯案率也比较低 这跟他们的性别因素有关 前面讲的不多说了 再一个就是已经形成的 已经形成的 这种个体条件 包括两方面 一个就是他的 已经形成的价值观 这个价值观 我前面举了一个例子 说有一个人 他这个做了老子之后 他出来要专投这个 当时这个干部家庭 这就是他的价值观 如果两家他都能投 他就不投内家 就一直内家的行为 平民家庭 假如我讲一个小伙子 他很想要钱 想投钱 一个老太太坐在车上 钱也在那里留着 他防范不严 也可以有这个机会投 但是他正想投的时候 他价值观 有的时候可能会控制他的 哎呦我不能投他的 这个老奶奶不容易 他可能是等着看病的钱 等着养老的钱 我如果投了他的钱 我会遭报应 会遭报应 就是这个 这个潜在的作案者的价值观 会阻止他去干这个事情 还有一个就是个性特点 比如胆大胆小问题 比如说这个同样的 同样的这个动机 他想做这个事 也有这个条件去做 他也有这个体力去做 但是他胆小 他不敢去做 这也是可能的 我们也有句笑话讲 你这个人有宅心没有宅胆 有宅心没有宅胆 就是你这个人想干 但是你没有这个胆量 所以说来说起来 我就觉得 我们分析一个人 会不会去犯罪 是不是要这四个条件 同时计备 才能够发挥一种 聚合的作用 假如一个人 他又想去做这件事情 他所处的环境条件 又引起他这么去做 他自己又有体力 体力去做这个事 他同时呢 他又认为做这个事情 是值得的 是应该做的 有这个价值观 他的性格 个性特点当中 又有这个胆量去做 那么这几个条件 同时具备了 是不是我们 可以下接力说 他一定会去做这个事 一定会发案 这个理论当中 并不一定说是一个 很完整的理论 我们讲任何一种设计行 它都有它的切线 但是我觉得这个理论呢 这个说法至少 对于现实当中 分析能较为前面一些 较为系统一些 另外一个呢 对于这个议策犯罪 议防犯罪 是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的 1985年 我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当犯罪心理老师的时候 当时写过一本 和写了一本 犯罪心理学 当时这个犯罪的原因 和犯罪的议防和议车 我就用了这个说法 当时把它叫做一种 一种计合作用的观点 计合作用的观点 这个是我自己提出的 我讲了 只是供大家参考 后面这些文字 是对这个前面的一种解释 这一节课呢 就讲到这儿 到这个地方呢 关于犯罪的 原因的 社会信息的应用 就讲完了 也出了几个思考题 请听课的同学们 作为课后的思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